我是来自集团的网友 我是你 然后今天呢 想继续一下 就是杜老师一个问题 好 请说 那个 我呢 现在呢 工作快一年了 然后从事的工作吧 也不是很辛苦 然后我省下的时间比较多 然后我就在工作 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 一系列的就是计划 学习计划 就是想给自己充充电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 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坚持下来 回首回望 一想啊 就是感觉 这些计划都是 感觉是精通虚设 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 杜老师 我这个 我的这个时间 就是怎么 管理一下比较合理呢 就是有没有科学合理的方法 来客户现在用现状呢 就是有效地 管理好我的时间呢 好 谢谢 这位朋友的问题呢 是说 他想用扣一堆时间 给自己来充充电 但是呢 计划呢 永远就是没有实现 您有没有一个 很好的科学的方法 能让他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 其实谈到科学啊 时间的变数 显然科学跟不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长廊的计划 跟外在的变化 其实是没有办法衔接的 所以怎么办 就拿我个人来讲 那么 那我后来才发现到 领悟到说 原来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必须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弹性 那没有弹性 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计划得很完整 这个就会有问题 事实上也不可能 所以比如说 我讲说一天里面 我可能会 空出大概有一个半小时时间 这个叫变数 那变数的目的 变量的目的是什么 以变于可能发生的状况 我怎么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怎么下一刻 要有什么变化 我不清楚 假设我清楚的话 那就不是人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就发现了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 要有弹性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在整个计划过程当中 一定是不要想说 我要有做什么 但是很奇妙的事情 各位想想看 八个钟头的工作 八个钟头的睡觉 另外八个钟头的干什么 很少人理清 这八个钟头是决定你一辈子 刚刚讲了24小时 严格讲起来是只有八个小时 那个八个小时是浪费掉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思考 那个八个小时 假设能够抓出来 那就不得了了 比如说 假设你愿意每天播出15分钟 愿不愿意 在场的愿意的请听说 给我们看一下 每天播15分钟 OK 好 播出15分钟做什么 决定你的命运 决定你的一切 你相信吗 你很少人理解到这个 我的老师德鲁克告诉我说 你看看15分钟这么简单的 每天播出来 有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也没有 可是做什么呢 做一件事就好 就是 读友谊的书 上游米网 我不是做广告 然后呢 当你 真正在15分钟里面 你累积了一年 我意思说每天 累积一年 两年 三年 十年 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一个国小毕业 你十年只花15分钟 十年后就相当一个大学毕业 二十年后研究生 三十年后是什么 比一个博士还要厉害 这告诉我们是什么 因为你已经累积足够的知识 你累积了相当大量的知识 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终身学习 不是要在学校 也不一定要在哪一个地方 而事实上是你每天只要播十五分钟 你就完全决定自己了 幻顾来讲 假设是大学毕业 每天只看画报 杂志 八卦 什么这些东西 十年后 等于一个国小毕业 这意思告诉我们是什么 人类差别在这里 而不是你的学历有多高 那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是我们的 Ungoing learning 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才是决定我们一辈子 其他已经不重要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拿到博士了 在学校教书了 跟我年纪差不多 有一天我问他 我说你能够再教多久 顶多五年 我说接着呢 游山玩水 我说接着呢 你不要再问了 接着就躺到棺木里面 我说那你这样一辈子你能要吗 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意思就是说 他放弃了自己 拿到博士了 放弃自己 多么可惜啊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要把那些学位 当作是最后的保障 其实那已经从毕业那一刻 从拿到博士那一刻 已经不再重要了 但是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变得到最后呢 呼吕咕咚咚的 就到最后呢 就结束了 所以拿到那个博士学位的那一刻 就注定他这辈子完了 那何必变呢 所以我想这个事啊 至少我的体会